屏東18號新增21例確診者15例分屬4個家族群聚感染 4例為天上人間小吃部群聚衍生 其中一家3人都確診 分別為母親及3歲與1歲的2名幼童 另外以東港某個家族8例最多 從祖父、父母、姐妹到年紀最小的2歲幼童 目前全縣5歲以下幼童確診已累計7例 多為家庭群聚導致 縣府呼籲民眾儘快施打疫苗 保護自己與家人健康 冰縣府召開線上直播記者會公布確診者足跡 相關場所已完成傾銷作業 目前縣內平北的布立屏東醫院 屏中的潮州茂龍骨科與東港安泰醫院 以及平南的南門醫院等篩檢站仍持續開設 並增設小琉球的社區篩檢站 提醒足跡重疊民眾儘快前往篩檢 目前匡列了563位 居家隔離有216位 治理家庭管理有347位 平北在我們的布立屏東醫院 屏中是在潮州的茂龍骨科以及東港的安泰醫院 平南在南門醫院 因為這一次有一個小琉球的餐飲業者確診 所以衛生局增設了小琉球的社區篩檢站 如果你發現你有足跡跟它重疊的部分 就到社區篩檢站去做一個篩檢 平縣府表示 目前全縣包括民政國中 公政國中 仁愛國小 繁華國小 享堂國小等 共9校9班停課 434人居隔 縣府也進一步指出 目前衛福部已通過莫德納疫苗 用於6至11歲兒童的緊急授權 未來疫苗開打時間以及接種方式 將配合中央政策辦理 原市新聞歌手 屏東市採訪報導 中央市新聞人公報 rhythm 谢谢大家